第一次当选 其实内心 第一个是很激动 然后第二个是 也深感责任重大 那我这次的这个提案呢 是讲中华文化的 海外传播这一块 其实我们自己在国内这边 已经做了大概有 2800万左右的用户 但是我们之前在 海外传播这一块 其实我们之前 没有很重视这个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 后来他们告诉我 在YouTube上面 我们已经拥有了 将近18万吧 17.5万左右的用户 而且每一次播出之后 都有几万的播放量 底下几百条的 很真诚的这些评论 那我们也发现在 海外传播这一个领域里面 我们其实可以做得更多 一个是我们希望说 能够得到更多 就是在政策上的这个支持 然后第二个呢 在海外传播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还是需要 有这种规范性 我们很希望说 在这个行业里面 有更多的专家学者 和我们之间 去产生更多的化学碰撞 然后用他们的专业能力 用我们的传播能力 在这个过程当中 能够使中华文化 重播到更远的地方 导演